大耳是很有磁力的 尤其你经过铲船周边的时候 大食欲会跟着 会跟出来 它不见得会咬 但会跟 但是你也知道有一半的时候 看到一个鲫鱼 这只好现象 一般你在国内看到鲫鱼呢 基本上就是鲁鱼跟鲫鱼 就是也差不多也是同步的 它们出现的区域也是 会在这种同样的区域 我发现就是鲫鱼 只要这个岸上有点水草吧 基本上就很容易看到鲫鱼 然后看到鲫鱼基本上已经露春了 鲫鱼差不多也算是繁殖期了 因为我刚看到就是 是一队有一条下去了 然后感觉后面有一条熊的在追持的 然后你看到这种场景呢 如果你在一片有鲫鱼的资源 那么你看到这种现象呢 已经就百分之百是预期了 预期是存在的 那边一条小鲫鱼 你看在那边 你看黑尾巴 有一条 我估计我在 那边有一条 两条 一 你前面那边 一 二 后面有一条 你看它动了 你看它岸上那个底部白白的 如果有鱼在残暖 很容易可以看得见的 我们会找到鱼的 先不要急 我们会找到鱼的 不急 刚从源头出来吗 没事 我们现在水越来越轻了 离开源头水越来越轻 托马斯换下包迁鱼 再次使用德州吊组 边钓湾口附近 边寻找牧师做钓的机会 就在三天前 德州吊组种获多条大鱼 功不可没 那么德州吊组 到底是如何构成 装备参数又是怎样搭配呢 今天路亚小姐很高兴 为您带来的是一款 永远的经典的吊组 是什么呢 德州吊组Tasis Rig 那么什么是德州吊组 一 你可能会需要用到太空洞 二 配重方面 你需要子弹锥 三 已经到了德州吊组的灵魂和 德州吊组的核心了 你需要驱禀钩 然后到第四 就是很自由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软了有很多种样貌 那么你选出一款 核式或你认可的软了 配搭在一起 就是一个完整的 德克萨斯州 德州吊组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我手上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成品 好 那么你有了这个吊组以后呢 就握入到了装备了 那么装备 第一 你需要什么呢 你肯定需要一把 快掉性的杆子 二 你肯定需要 高速比的轮值 建议是6比3比1 往上走 对不对 现在速比有到这种9速比的 很高很高 不能再往下走了 那么第三 你该选择什么样的线 这真的也是看个人 起肝 刺鱼 对不对 线经的延展性不要太大 那么如果你使用尼龙线的话 我觉得延展性太大了 可能就是说 整个手感跟鱼肝和鱼线和耳的脚感会稍微弱一点 所以我建议使用佛碳线 那么当然有些人会使用PE线 那么PE线是针对一些特殊领域跟特殊的环境 对不对 那么回到佛碳线 它的延展性不会太大 它是操作起来的话会很顺手 那么也会提高这个肝子的反应跟灵敏度 加上手感会很加分 轻一点 我们让德州来擦擦花 可以边钓边观察 OK 现在水下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除了我们要找出这种硬体 硬体结构区域以外 然后水下除了硬体结构 下面有很多 很多树 对 这种区域你都要留意一下 就很有可能有鱼会残暖 或者鱼会在这里过渡 很多树是因为看到山上有树 一直咋下来就是一样的吗 下面有 因为你说反应的都可以碰 你都碰得到树 很多 小鱼 小鱼 狗子都没有贯穿 不太一样了 鱼有活性 我现在钓得很彻底 因为鱼会很容易靠 你看这水多轻 如果有点光线 我觉得可以看到1米5 现在很轻松就可以看到1米了 哦 那个大石头 小鱼咬了 不好意思 小鱼 对 那块石头应该有大的 像个桌子一样 这季节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投到铲床 哎呀 你看尾巴没有了 呃 你投到铲床 就是鱼会含着饿 对含着不吃 然后带出来 所以现在不会感觉到那种踢踢 可能就线就开始走了 然后你可能让鱼就说吃深一点 所以不要急 不要急 我刚才没有一口 下午2点 德州吊祖开始迎来咬口 但是托马斯并没有像之前预想一样 发现铲床 虽然今天没有下雨 但是之前几天的降水和水位降低 还是很大程度影响了产卵期的进度 本应该制作铲床的鱼鱼 还停留在三天前的状态 托马斯只能继续按照 上次做掉的方式 一边盲掉水下铲床 一边做掉弯口两岸